天上採了這個樹葉 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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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那個樹葉 請讓我了解多一點 這個是已經快要開始 黃的葉子 對 因為冬天來了 其實它在不黃的時候 它就已經有葉黃樹在裡面 只是因為它在變黃的時候 葉綠樹慢慢消失掉 就呈現原來有葉黃樹的這個顏色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都會鼓勵 就是說想要預防這些黃斑病變的人 多攝取葉黃樹 就從森綠葉的蔬菜去攝取 因為森綠葉的蔬菜 它就有很多的葉黃樹在裡面 像菠菜 空心菜 芥蘭菜 綠色植物也有葉黃樹 發現自己有非文鎮這件事 然後我就有點緊張 就有一天正在網購的時候 就突然看到廣告 又在網購的時候 我就突然看到網購一個廣告 就出現這個白藍式黑醋粒的葉黃樹 那時候我就點進去看 我就想說它有 黑醋粒 葉黃樹 玉米黃樹 我想說一般的 好像通常都只有葉黃樹 這個有三種成分 我又看到它有國外實驗 我想說也蠻安心的 也不貴 我就想說買一瓶來試試看 這是什麼 這是對眼睛好的 這對眼睛好的 對啊 我就吃一吃 我真的發現吃一陣子 我的眼睛會比較舒緩 然後 真的 我之後看腳本 然後看書的時候 眼睛就感覺比較明亮 其實葉黃樹跟玉米黃樹 它是類胡蘿蔔樹的 種類之一 我們自然界裡面 大概有600多種類胡蘿蔔樹 但是在眼睛裡面就只有兩種 一種叫做葉黃樹 一種叫做玉米黃樹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用這兩個 來預防我們的一些 黃斑的一些疾病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非常大型的 這個臨床的研究 就是美國國家眼科醫學院 他們做的這個研究 把葉黃樹跟玉米黃樹 用5比1的比例 合併維他命C 維他命E 還有一些稀有的這些金屬 像鑫 銅 副方加在一起的話 它可以預防我們這個 黃斑病變的一個產生 對 像剛才提到的那個黑醋粒 大概就是 它含有非常大量的花青素 花青素它是一種抗氧化劑 它是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是 維他命C 或維他命E 它是一種抗氧化劑 但是花青素的抗氧化的能力 比維他命C跟E還要來得更高 而且它在我們食用以後 它可以幫助維他命C的一個吸收 用這樣子的一個自然的 天然的一個食品的成分 也可以幫助我們這些疾病的預防 對眼睛是有幫助的 對 蠻好的 買對了 這怎麼吃啊 沒有 我喜歡它的是 因為有時候你給老人家 吃一些這種維生素 你要吞 很怕它噎到 可是它這個其實它 口含的 用嚼的 你可以含 它也會融化 你也可以嚼一些 它也會融化 這一定還不算太小 因為它裡面有那個黑觸粒 所以其實 酸酸甜甜的 像我其實我們很容易 要常常帶小孩去公園 我不會這麼害怕太陽了這件事情 對啊 非常感謝你這個購物專家的介紹 謝謝 蠻好的